218集 那日冰心海莲意外被冰海白灵溪吞入腹中 在那只大犀牛的卫视里待了数日 卫视中的腐蚀之气以及荣氏酸液十分厉害 就算以冰心海莲九品鲜花的强大灵气 也无法轻松抵御 为了能够坚持到龙舍兰前来相救 莲儿选择进入沉睡状态 将精纯洁净的灵气凝结成一层保护光膜遍布体外 龙舍兰请猪猪去救出冰心海莲 只是看上它身具木林根 修为又达到原因后期 却根本没想到 它竟然会是万年难遇的沉静之体 结果猪猪一碰到同样身为沉静之体 而等级又比它更高的冰心海莲 便不由自主与之产生强烈感应 身体法力真元被牢牢禁锢 甚至很快便与冰心海莲一样陷入沉睡 银子张不知旧理 以为猪猪出了意外 试图将冰心海莲拿开 结果便遭遇到莲儿无意识的权力攻击 导致她当场被震飞出去 身受重伤 而银子张恰好撞到冰海白灵溪 卫室中的敏感处 导致这只巨瘦的胃部产生剧烈反应 当场从另一个卫室内倒灌进大量的溶石酸液 银子张为了保护猪猪 不顾一切以重伤之身去抵挡那些可怕的溶石酸液 结果导致身体被酸液重创 沙淮丹将她和猪猪拖入玄武灵州 银子张已经弃绝身亡 因为酸液倒灌 他们误打误撞被冰海白灵溪吐了出来 也幸好很快被吐出来 否则就是玄武灵州也会很快地被溶石酸液彻底破坏 连同她与沙淮丹都保不住 龙舍兰一直守在冰海白灵溪附近 千军一发之际 将他们救了回来 玄武灵州已经彻底报废 银子张也已回天乏术 朱朱木然听他们说完 想大哭却哭不出来 他和银子张一起经历过那么多凶险 就是面对艳势天苏丹红这样可怕的强敌 也安然度过 没想到却因为这一连串 莫名其妙的误会与巧合 就天然永隔 整件事就像一个笑话 一个残酷可怕 让人难以置信的笑话 银子张说会照顾他一辈子 保护他 他真的做到了 只是这一辈子太短太短了 阿张对他这么好 最后却被他害死了 他真是个害人精 如果不是因为他 姐姐不会选择背叛丹族 艳势天也不会悍然提前对丹族下手 爹娘和其他族人不会为了保护他而死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开他 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龙舍兰与莲儿 都是早就看淡生死的 想到猪猪好歹也是个原因后期休士 亲友死去伤心一阵子 也该平静下来 于是缓缓撤去猪猪身上的禁止 我师兄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沙怀丹 声音几乎透着哀求 在后面的时事里 你 你还是别看了 好不好 莲儿的声音 轻轻冷冷传来 你师兄的事 我们都很遗憾 不过死者已已 你与我同为成静之体 这次意外互相感应 令你的目灵晋级 也算是一桩机缘 我不要你的破莲话 我只想要我师兄 你可以把他还给我吗 猪猪的话 可算是十分的不客气 但莲儿却没有半点生气的表现 只是皱了皱眉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你如此大悲大喜 暴躁易怒 如何能小小年纪 就这般修为 他是真的不懂 人说草木无情 草木之中 能够画形甚至飞生的 从来只是极少数 像冰心海莲 本身品种 就属九品鲜花之列 也是经历了千千万万年 才有今日的成就 他们连自己的生死 都看得极大 就更别说旁人了 因子张死了 莲儿只觉得 必须要了窃这一段因果 而并没有真的 替猪猪感到难过伤心 猪猪听了他这番 没邪没泪的话 更是气急 你自己跟木头一般 就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吗 论修为 这里最高的是莲儿 而且他有一项 克制猪猪的本领 突然出手的话 猪猪根本防不胜防 杀怀丹心里替他担忧 不断以眼神示意他 别把对方彻底激怒 猪猪想到他们是为了救这朵破莲花而去冒险 最后这朵破莲花却恩将仇报 震伤银子张又令他无法动弹反应 导致银子张为了救他而死 现在更是一副 我什么都不在意的淡漠态度 他如何能不怒 如果不是他天性温和不试杀 心中还顾忌着二师兄所中的毒 此刻只怕早已经出手 将眼前两个家伙烧得灰飞烟灭了 与这种无知无觉的破莲花 有什么好说的 猪猪收了木铃 带着小猪一言不发 往银子张所在的时事而去 他不信他的阿张 会这么轻易地抛下他一个 银子张静静地躺在玉石床上 脸色苍白毫无血色 猪猪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他身边 定定地看着他的脸 大恶人一定是在开他的玩笑 想吓唬他 只要他走过去 他就会张开眼睛耻笑他 说他是傻猪笨猪胆小又好骗 但是 直到他将手探到他的颈上 他还是默然地躺在那里 毫无反应 猪猪不死心地将自己的真元 小心翼翼地导入他体内 却绝望地发现 他体内的经脉早已了无生气 而且受损严重之极 猪猪忽然想到什么 动手翻过他的身体 耳边仿佛听见沙怀丹大叫 别 但是迟了 他已经看到了 那一刻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 银子张的衣物已经换过 但是颈后露出衣脸的部分 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里一片不正常的灰黄色 犹如被什么可怕的东西侵蚀过一般 沙怀丹阻止不及 一手想拉开猪猪 猪猪终于忍不住 放声痛哭起来 不必看都知道 银子张的整个后背都是如此 他以全身法力护着他 不让那些蓉屎酸液沾染到他 自己却成了这个样子 阿张那个时候一定很难受 可是他到此都还只顾着安慰他 他真是没用啊 蓮儿站在时室外 听着猪猪的哭声 脸上的疑惑之色越来越浓 很多很多年前 龙舍兰与他 一起被封印在玉棺之内 他就听龙舍兰说过 外边的世界知道人有七情六欲 他一直不曾懂过 就算龙舍兰后来飞升离开 留下一缕神石陪着他 他也没有太多感觉 原来失去同伴 就会感觉到悲伤 会哭吗 龙舍兰小心观察着他的神色 终于无奈轻叹一声 大步走进时室对猪猪导 哎 你若真想你师兄复活 并非绝无可能 猪猪绝望中听到这句话 浑身一颤抬起头望着他 只要你找到他的残留的一缕神石 他也可以如我一样再活上许久 要怎样才能找到他残留的神石 猪猪绝的嗓子眼发简 他脑子里灵光一闪 忽然想起大轮回丹 焚壁庆弃室数千年还有机会复活 银子张为什么不可以呢 修炼到大成期大圆满境界 可以凭着神石感应到游离于天地之间的残魂 重新收集凝聚 此刻离魂魄飘散之期还剩两日 我们这里虽然没有人有那样高的修为 不过在他殉身之地 应该残留着他至少一半的神石 只要能够收集回来 我便可以送你几段我龙族先辈的骨骸 让他依附在上面 画出身形 重生 所谓的魂魄飘散之期 指的是人死后魂魄失去衣归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七日之后就会彻底消散 朱朱这几日都处于昏迷状态 现在已经过去五日 离七日之期仅剩两日 可惜你师兄的修为 差了一些未到原因期 否则死后至少一个月内 神魂凝实 神石不散 我们要找起来也简单得多 而且能够依附龙骨 存在的时间也长得多 龙舍兰想了想补充道 杀怀丹跳起来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再进去那该死的大犀牛肚子里 龙舍兰点头道 他既然是冰海白灵溪腹中意外身亡 那大部分神石应该都仍停留在那处 只是玄武灵舟一会 你们再要进去其中 只怕有些困难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一趟 杀怀丹一跺脚 你去 我也陪你去 猪猪摇头对龙舍兰道 我们把冰心海灵的真身带了回来 你说过 要送我们新鲜的莲花 和有莲花提炼的灵液的 不错 我稍后去取来给你 猪猪抹掉眼泪 扭头对杀怀丹道 麻烦你 替我把他们送到阴阳岛去 给我二师兄三师姐 替二张收集神石魂魄的事 我一个人就可以 不行 我答应了几位老先生 要保护你的 猪猪没有跟他争辩什么 站起身 对龙舍拦荡 我要准备些什么 莲二从外边走了过来 手上捧着三个玉剪递给猪猪 看过这些 你就明白了 猪猪接过意见 以神石一扫 意见中的内容分别是 宁魂巨破术 和上下两卷 炼魁精 宁魂巨破术 他知道怎么回事 可炼魁精 对他有什么用处 他却不太明白 猪猪也不多问 小心将三个玉剪收好 转身将银子张尸身 整理好 心中倾倒 你等等我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让你复活重生的 猪猪将其他人请出实事 独自坐在银子张身边 不远处 捧起那几个玉剪 严读起来 宁魂巨破术 讲的是种种收集 凝炼魂魂魄神石的手段 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从修复修士受损神魂 滋养魂魄魄神石 到替死者招魂 遗魂 夺射等等 或正或协 离奇手段 以及将魂魄神石附着在傀儡 甚至花木物件之上 都有详细的描述 以及相关功法讲解 猪猪只挑了跟银子张眼下情况相关的部分 用心记忆 随后便取了炼魁精来看 虽说是炼魁精 其中内容却并不仅限于炼制傀儡的法门 还有炼制身外化身之法 简单说 就是一个修士以自身精血 再炼制出一个法身 然后将魂魄分裂附着其上 这个分体法身与原身血脉相连 神魂相通 修士有了这样一个分身 便等于多了一个自己 对敌之时自然大战上风 不过炼制身外化身条件 苛刻难度极大 能够成功者万中无一 朱朱在这卷玉剪上 竟然看到关于大轮回单的部分内容 不过 这便不是炼制身外化身 而是利用修士留下的精血 重塑法身 拥有大轮回单 就可以将这个死去修士的全部记忆 修为以及法力等 全数原封不动 转到新的法身之上 不过大轮回单乃是九品单药 要使用这种单药 修士本身的修为 必须在原应期以上 朱朱想到银子章的实际情况 对于这一段内容 也只是一扫而过 龙舍兰那种情况 在炼葵树上也有提及 龙骨之类的神兽骨骸 乃是天下最顶尖的炼制傀儡材料 就是大成期修士的骨骸 也难与之相比 魂魄神石附着其上 能够保存得最久 而且比较容易现行 所以龙舍兰方才才会提出 要送朱朱几段龙骨 好让银子章的魂魄附着其上 朱朱把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一地记清楚 心里对银子章复活的希望 又多了几分 不过想到银子章的修为 无法复原 便止不住替他难过 他亲眼看着银子章 日夜修炼才有那样出色的成就 因为这次意外 一切归零 日后即使真的能够重生 也未必能够继续修炼 这样的结果 莫说银子章 就算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 不过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眼下最重要的是 先收集尽量多的银子章的神石 这样日后恢复的机会也会更大 朱朱收起预剪 调息一阵 站起身准备出发 他伸手理了银子章 病编的发丝 低声道 我一定会把你的魂魄神石找回来 我走了 别去 朱朱这一阵 这声音 是阿张 这一阵 这一阵